跟大家介紹一個比賽 這是由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 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 國家安全教育中心所舉行的標誌設計比賽 我先跟大家讀它的內容 它說 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 以下簡稱日本中心 是本港慈善組織 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 在2021年1月1日成立的核下機構 中心的主要工作 就是希望透過推廣國家安全教育 使得學生和大眾 能夠正確了解香港特別行政區 在國家安全上應該擔當的角色 盡好做公民的責任 成為奉公守法的好市民 共同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一份子 本中心希望推出標誌設計比賽 講邀大眾參與 加深對國家安全的思考 和對本中心的形式 分開就有小學組 中學組和公開組 設計的要求就是 作品標誌能夠 直觀地表達出國家安全內涵 和對市民的重要性 作品必須是原創的 盜絕抄襲或者侵權 相關的責任由參賽者承擔 標誌可以加標語 分開或者成為設計的一部分 都可以 那怎樣交呢 作品可以透過不同的形式 JPEG好 PNG好 SVG好等等等等 或者紙質形式 你可以用電子形式 或者紙質形式 就是大家 作品要附上描寫文字 解釋設計的概念 交付作品 請講明作者的姓名 住址和聯絡電話 小學組和中學組的參加者 就要提供所讀學校的名字和班級 獎項就是每一組分設 冠、亞貴、郭德、獎杯一座和現金獎 都很豐富 冠軍是五千元 亞軍三千 貴軍一千 加起來也不少 另外各組也設優異獎十名 郭德獎狀和精美的紀念品 設計蒸集時間 由2月1日前 一直到2月28日 就是今個月尾 請各位把你們的作品 由寄到香港金鐘立法會道 1號立法會綜合大樓6177 何君堯議員辦事處代收 或者電郵到會的郵箱 就是info.info.net 請說明是國家安全教育中心標誌設計比賽 這個比賽將會由本中心的管理團隊 按設計理念表達能力 創意藝術感 容易理解的程度等角度進行審判 結果就會在2021年3月10日 在本中心的網址公佈 亦都會具體通知3月底的領長日期時間和地點 參加者要填寫附件的參賽表格 並連同作品一併提交 一併提交標誌作品的版權是屬於中心的 本中心保留是否採用 以及修改獲獎品的權利 這就是由國際公益法律服務協會 國家安全教育中心 2021年1月27日